第三个问题刚好是这个问题 学佛学怎么知道是正法 正法 我们今天到了末法时期 末法时期在经中告诉我们有一个特征 大家忽略了这个特征 这个什么特征呢 末法时期邪师说法如横河杀众 有的人很喜欢到处去找法 找了一个师父学不够 找两个,两个不够找十个 十个不够找一百个,一百个不够找一千一万个 你找一万个就能找到正法吗? 未必,为什么? 如横河杀众,横河里有多少杀? 这个什么师少,正法师少,邪师多 这个是什么原因? 因为当时释迦牟尼要成佛的时候 大地震动,魔宫震荡 然后魔王波训从魔宫降下来 先派三个美女,他的女儿来勾搭佛陀,让他从禅定中出来 不要去成佛 结果是佛陀不动 如如不动,不动尊 然后结果魔王来了,魔王就用各种各样的手段来干扰释迦牟尼成佛 释迦牟尼还不动 最后成佛了,成佛了这个魔王波训就跟他说了一句话说 你成佛我是不能阻止你的 但是在末法时期,你的末法时期 那么我会派我的魔子魔孙穿你的袈裟 受你佛弟子的供养 误导他们不再成佛 这是释迦牟尼在经典上留给我们的愿化 这个说明那个什么问题 就是说我们今天末法时期是什么 释迦牟尼注释的百年叫正法 百年后的五百年叫相法 就是还有点像佛 像佛的注释的时候的那个法的样子 当然也有说前面五百年是正法 这个时间不重要 不管怎么算 到了我们今天佛涅槃的两千五百年 都到了末法时期 末法时期 末法时期也就是说 你们这么轻着飘着去找的一个老师 没有去考师父 没有去验证他 那么就听了飘着去学的东西 到底是不是正法 张老师谁说的是正法 释迦牟尼说的就是正法 除了他老人家说的以外 都不是正法 这是从佛教来讲的 当然圣人体系还有很多 比方让人老子有一个体系 耶稣基督有个体系 你们不要攻击人家 那都是圣人 我们只是说从佛教这个体系来讲 这个本师释迦牟尼是我们的师父 其他的观音菩萨呢 大师之呢 这个文书普贤呢 对不起 我们师兄 为什么叫师兄 因为他也是释迦牟尼的弟子 释迦牟尼在世的时候 他们都是 所以我们是一个师父 对不对 所以我们佛法就是 为什么只有一个导师 只有一个本事 就规范了 没有第二佛 第二佛没来 第二佛是谁 第二佛是当来下生弥勒尊佛 来了没有 没来 什么时间来 这个释迦牟尼的法灭了之后他才来 释迦牟尼的佛法还有多少年呢 据今天开始算 还有七千两百年 七千五百年 也就是要满一万年 满一万年 弥勒尊佛的法才在人间广传 接续准备着 娑婆事件 变净土 也就是说我们在这七千多年 里面要学谁的法呢 只有一个师父 本事 施加牟尼的佛法 是原汁原味的佛法 不是张卜生讲的佛法 也不是哪一个大法师讲的佛法 但是我们今天看佛教界出现什么问题 山头林立 我是这个山的 我是那个会的 我是那个帮派的 所以标榜帮派的都是别有用心的 标榜自己现在已经成佛的都是别有用心的 你不是这样记载的 佛经不是这样记载的 你成佛可以到大方世界成佛 这个娑婆世界 第二佛是弥勒尊佛 他现在还是菩萨 他现在是菩萨 他现在不可以说是佛 所以我们称呼他的时候叫 当来下生弥勒佛 你不可以说现在叫弥勒佛 你现在叫弥勒佛 你就是错乱 时空错乱 因为他现在叫弥勒菩萨 他在都帅内院 是一大菩萨 在宣誓着经典 讲的谁的法 讲的释迦牟尼的法 因为他要护持他的师父 护持本师释迦牟尼的法 不是讲了他的法 就像你们的现任的部长 对吧 人家在位讲的是人家的 那么这个不是讲的别人 那么释迦牟尼现在的法 弥勒菩萨还在讲 原着原味就是本师释迦牟尼的法 这是这个大家要重视 正法时代过去的 像法时代过去 现在在末法时代 我们看到很多人冒充弥勒菩萨 在人间传法 我是弥勒菩萨 你看我们很多台湾的山头 就是号称自己是弥勒菩萨转世 搞那么大的弥勒菩萨 号称他们那就是都帅内院 怎么怎么样 这都是什么 这都是邪魅外道 这都不是正法 无论释迦牟尼所教 还是弥勒菩萨所教 那么所有的教法 什么是正法 回归众生 都是佛 都堪作佛 都有佛种 都能作佛 这个教法上 也就是说 一个高中老师教学生 他是教学生考大学的 不是自己也考上大学了 学生一个没成功 这样的高中老师 一定早被学校炒鱿鱼了 不用他了 那么现在的话 我们这个释迦牟尼的法还在 如果释迦牟尼的法 不能教我们成功 那释迦牟尼的法 就应该没用了 但是不是这样 不是 现在还有用 那么出了什么问题 我们没有找到一个 真正的明白的老师 直到你去回归自己原本是佛种 自己应该成佛 这样一条修炼路上 他们为了明文利 标榜自己是什么什么佛 自己已经是达到什么味了 然后搞山头 搞帮派 为了明文利 虚名 甚至有人在下面 把自己都做成佛的样子了 佛像已经没有32庄严好了 32像好 80随形好 他自己长得不咋地 还按照自己的样子做一尊佛像出来 让大家去摆 这就问题很大了 所以大家要知道 逢是敢敢给自己 现在他活着就造像的人 都不是佛陀 因为佛不让我们搞 个人民心 个人崇拜 怎么讲的呢 就是 依法不以人 依释迦牟尼的教法 不要以这个 在教释迦牟尼的这个人 也就刚才老师讲 你不能重情话读 对哪个老师有感情了 这就了不得了 这个就是梦寐以求了 这就出了问题了 你要反思自己 纯情即堕 诗和图都要堕落 所以今天很多人很重感情 我在这个帮派多少年 我在这个山头多少年了 我这个就对我 就我们这是好的 就我们这是正的 这就中毒了 这就出了问题了 这都不是正法 所以今天讲正法 就一个法 就是什么 你是佛 你是如来种 你要成佛 要成佛要怎么去成 那么我们现在是凡夫 去凡夫性 还归自己的如来性 不要再做凡夫种 这个是我们众生是怎么变成人的 实际上你是什么种子很重要 狗 你是个狗的种子 一定最后长成狗 是个马的种子 一定长成马 是个苹果种子 一定长成苹果 是个人的种子 一定长成人 是个佛的种子 一定长成佛 这就叫因果 元熟的时候 他一定会结果的 所以是这个 在中国有个圣人叫老子 他说的很清楚 道生之 得序之 物行之 弃成之 就是我们人原本是个什么东西 原本就是一点光 因为我们简化版的说这一段 这个你是什么光 你是阴和阳碰撞生成的光 大家知道一个阴电子和一个阳电子 碰一块 啪 电火花生成了 火花就是火光 就是光 所以这一个光 激活了一个什么光 激活了一个光子 那么这个碰撞的时候 是父跟母相爱的时候 有情来下种 因地果还生 所以他来有情以后 父为阳 母为阴 碰 产生了一点光 在母亲的子宫里面 这个时候 精子和蓝子 借着这一点光相遇 盘解在这一坛光上 这就是一个受精卵细胞 所以我们最早是什么 最早就是一点零 这一点零太小了 小到什么程度 因为你只是一个 卵细胞里面的那点光 你想你有多小 细胞里面的那点光 所以今天科学家叫做光子 小到什么程度 头发丝的百万分之一 所以我们原本有多大 今天张卜生在这长这么大个子 原本就这么大吗 这是他吗 这是他的身体好不好 张卜生的身体 你看着了 张卜生的灵在哪 张卜生的灵 它是母灵 就是一个点 就是一点零光 这一点零光 上面染了父的DNA 染了母的DNA 然后这一结合 里面有父的白菩提 母的红菩提 他俩一缠结三生万物 中间是一点零光 这个父和母 得胶烟 就是两个相亲相爱 得胶烟 最后浇在你这个光点上 然后这个时候 叫物行之 就是你是人的种子 那么开花结果长一个人 假如当时不是人的父母 是狗的父母 那么他焦光了 带着狗的DNA 所以你最后物行之 你物种是狗 然后长出一个狗的身体来 它是一个植物的种子 它就长出一个植物的形态来 这个就是什么 这就是释迦牟尼告诉我们 众生皆有如来性 都有如来种 如来种是什么 佛种是无量光 佛种就是光 什么是佛 佛不是人 佛是无量光 你听听听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翻译成中文 叫无量光好不好 那你就知道 哦 无量光是佛 那么我是佛种 是无量光中的一个种子 一个点 这个种子长大以后 他也可以成一尊佛 就无量光佛 那你也就成佛了 所以大家要知道 是你具备的佛种可以成佛 但是你因为上面染了父和母的DNA 所以你是染了人的种 不是佛种 所以是有佛的种子 包在人的种子里面 那么你需要借助此生 或者接下去的几生 是染在你这个种子上的父父母母 因为你可能染了很多氏 那么上面的所有的黑子白子 不透明的颗粒这些物质变成光子 都变成无量光了 那你就成佛了 你就由人种变成了佛种 就真正的可以成佛了 所以这个叫悟行之 气成之 有的人长这么大 有的人长得满 有的是白种人 有的是黄种人 这叫气成之 容器不同 你这个载体这个气 高大的人就大了一点 矮小的人他气就小了一点 除了这个形体之气 还有心量之气 这就是人的格局不同 同样是一个矮小的人 他是个伟人 邓小平 长得高吗 好像不到一米六 不到一米七 一米六几 但是他是个伟人 他让这个十几亿人吃上饭了 了不得格局大 形体是个气 心量更是一个气 气成之 形成了一个伟人 形成了一个凡夫 人跟人不同 是以气量 心量最终决定 所以这个大家搞明白 那你就知道 我们作为一个人 你要完成什么事 把累世富富摸摸 带在你零点上 外面的因缘了掉 这了掉的时候 你会发现 你不完全是人 为什么 你可能是 有一世是做动物的 有可能有一世是做 恶鬼的 做地狱众生的 所以你可能做天人的 那么我们非得把 自己在种子外面的六道 精力的 所携带的业力 统统释放掉 都变成无量光 那么才能够 还原自己 成为一个活泼泼 圆脱脱 光灼灼的 光而不要的一个灵体 我们就成佛了 那这是 释迦牟尼传递给我们的正法 就是我们这一生 要重视 两个实相 一个实相就是说 我们的本体是1.0 所有六道众生的本体 都是1.0开始的 只不过是动物染了动物的因果 DNA 植物染了植物的DNA 我们染了人的DNA 但是你生生世世 未必只是一个人 所以谁这么讲 释迦牟尼都做过大孔雀 你们刚刚参加孔雀明王法会 那个大孔雀明王 大孔雀 他就是释迦牟尼的一世 对不对 他那一世 那你知道 释迦牟尼不光做过孔雀 他还做过路网 在本生记中 他看到说 谁也逃逃不了六道生死轮回的客观事实 你不是说 有的人说我不怕死 我说 为什么不怕死 反正 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 我说你是一头好汉还是一头好狼 你有没有想一想 你一定是好汉吗 未必没有说人死一定为人 这个畜生死一定为畜生 所以说我们狭满人身一德 极其宝贵 我们不能够不修 不正 我们必须用此一生 去完成自己还原成佛 那么要还原成佛 肉身不能丢 肉身拿来做什么 做磨子 因为要造就一个三十二相好八十随行好的一个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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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刚身出来 就是你的爆身 从肉身要变成一个金刚身 那么人体要拿来做模型 到这个金刚佛出来 说是你要修 德 冒游心上 我们修德的时候 我们的相貌就变了 相貌变了 然后你就把自己的金刚佛练得像个佛样子 不是那个不庄严的样子 说是冒游心上 那么积累福报的人越来越庄严 越来越圆满 那么这就是我们要重视的 就是肉身不能任由他随坏 很多有些人修净土 修什么法门的说 哎呀这个臭皮囊啊 早些丢掉算了 没有用的 那这个佛陀为什么说人身难得 人身难得 你为什么随便把人身丢掉了 所以最好是一生成佛 谁为我们做了榜样的 释迦牟尼活着的时候 我们那些师兄 文殊 普贤都是人 维摩吉局势也是人 不是局势就不能修生菩萨的 这个我们知道的这个舍利弗 这个穆建连 这些都是人 活生生的人 跟释迦牟尼一样 他们是在释迦牟尼活着的时候 他们也活着的时候 他们成了阿老汉 他们成了菩萨 不是死后转世为菩萨 不是死后转世为阿老汉 所以我们今天在末法时期 很难听到这样的事实真相 但这真是一大事实 这不是张普生说 他才变成事实 这些诸佛菩萨 这些诸达阿老汉 事实就是人家活着成的金刚神 不死神 谁来讲 你很少听到有人跟你讲 为什么 因为他们不敢相信 他自己都不相信 他自己都不相信 他们没有得到这些方法 没有得到这样方法 他就不敢讲 否则你说师父 那你教我怎么活着成菩萨 你教我怎么活着成阿老汉 他说我也不会 那你就对他没有信心了 他就收不到红包了 他不敢 大家知道 逢是不敢这样讲的人 没有法 没有成金刚神的法 这是要验证 就是你找师父 你师父真找到师父 真找到体系了 真找到释迦牟尼 活着的时候原教义了 如果没找到 不停的找 只要你有这个真诚心 要一生成佛 一生成菩萨 一生成阿老汉 你只要有这个横行 有这个信念 龙天帮助你 天龙八部 他是护法的 他会一定会满你的愿 带着你去寻找这样的师父 寻找这样的师父 你还要不要听他忽悠 你还要考师父 孔子说 以前他听人家说就信了 后来他发现人心不古 你想2500年前人心就不古了 现在呢 那更不古了 因为叫现代化嘛 对不对 哪里叫古 现在的人更现代化 更不古了 孔子教没什么着呢 就是听起言 观起行 你说你能行 我看你行不行 这个叫行道于人间 能行道于人间呢 他就是你要找的人 如果是他自己连个道道都没有 也不懂行道于人间是什么的 你就不要去找他 白忙活 白忙活 你会浪费此生的 总结一下什么是正法 教给你一生 一生此生成就的 法叫正法 因为释迦牟尼的教法 就是要你成佛的 为什么还要等来世 为什么还要到极乐 为什么还要去 经过三大阿三季节 那都不是真正的正法 那这个叫什么 叫方便法 我们的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法 往生诸佛净土法 这是什么 叫方便法 为什么要方便 因为当时释迦牟尼在世的时候 这个释迦牟尼讲阿弥陀经 只讲三会 讲三会都是有因缘的 那么主要的因缘是什么 他要救一个国王 这个国王被他儿子害的 形体已经毁坏了 然后生命不久了 所以释迦牟尼就说 教你一个往生西方极乐法吧 因为他的肉身 马上就不能够再用了 大家活蹦烂跳的 你不要只学这一法 要不要念佛 我也念 因为我又不保证 我今生能成就 我不能成就 我第二个愿就是什么 第二个愿就是往生极乐世界 我这一生没成就 肉身没成佛 那个下一辈子能不能做人 谁也不能保证 佛也不给我们保证 好 我不干了 我去极乐世界 慢点就慢点 但是我不堕落 我不推转 西藏人他这个学佛 他发三个愿 第一个愿是什么 就是愿今生成佛 立地成佛 今生就是这一生 没有第二生 不能成佛怎么办 不能成佛 愿往生诸佛净土 迷了净土也可以 西方极乐世界也可以 迷了净土相对容易一些 叫愿往生 你这个到死的时候 我都想去想去想去 就可以去 这个法简单一点 这个西方极乐世界的法 稍微难一点 为什么 要若一日 若二日 乃至七日 一心不乱 这个一心不乱 那你就是大菩萨 比较难 但是要不要 要求 求什么 求八大菩萨建议 这是释迦牟尼的经众告诉我们的 我们不能去 他们抬着我们去 带着我们的业 带业往生 可以实现的 这是一门很好的方法 但是不要你年纪轻轻的 就只练这步法 好不好 你年纪轻轻的 为这个世界 来到这个世界 如母动生 等着你去救 这个愿言经告诉我们 到了这个什么 污浊恶事 事先入 什么意思 我们都知道今天是末法时期了 确实是末法时期了 那这个末法时期 它是个无浊恶事 无浊恶事 我们事先入 这是大菩萨 为什么发事先入 到这个无浊恶事 它一定会燃我们 因为如母众生在这里 我们要度他们 这些人都是我们的父父母母 都是我们的子子女女 都是我们累生的亲人 今天转世在这里 甚至转世到六道 所以说我们头一天传灯 我哭都不行 为什么 听那歌 说是约好了的呀 约好了的呀 今天在这里 我们母亲和我再见面 大家可能很多父母都还活着 但是约好了的是前面七世的父母 你心疼你今世的父母 那你上一辈子的父母呢 在哪儿呢 在哪儿呢 他可能在地狱里 可能在恶鬼道 也可能在天上 也可能在人间重新转世为人 但是你约的是他的灵 你和他约好了这种大法会 这种我们一起修道的日子 一起来和他约好了的 约好了来一起修道 约好了带着他出六道轮回 然后去诸佛净土 约好了一生成佛的 是跟自己生生世世的亲人这样约好 所以你必须 此生我一定知道这是个物浊恶事 我成愿再来度如母众生 你要度如母众生 你自己要会游泳 你要有个人掉水里了 你自己不是不会游水 你帮他跳下去 你跳啥 你不添烂 为什么人家有个会水的来了 有一个人落水了 他把他救起来 很容易的事 结果你老人家不会水 也跳下去 他一看里面俩 一个离岸远点 一个离岸近点 他要先救你 再把那个人救 等把你救上了 那个人淹死了 所以大家不会不要添乱 你不是那个教练 你不是游泳的健驾 你不要往下跳 你喊人 说我们自度不了众生的时候 我们求师父 喊阿弥陀佛来 喊这个孔雀明王尊来 喊他们救一救我的母亲 救一救我的父亲 救一救我的雷世亲人 说我们一定要来 因为没人帮他们 大家都要去极乐世界逃跑 买好了门票 你们回到家里 家里的房子着火了 你一看 挺好 我买了美国的双程票 我现在坐飞机回美国 烧了就烧了吧 家里哇哇淘淘淘苦 你的孩子在苦 你的丈夫在苦 你的老婆在苦 你的父母在苦 救命啊 救命啊 你看着那些手伸着火海里面 你依然的坐着飞机 去极乐世界了 多么残忍的事情 我们末法时期传法 很恐怖 自私自利 自己逃跑 只管自己成佛 只管自己去极乐世界 哪管其他众生 但是你是约好了 他们可能这一生不是人 他们可能没有找到明师 他们可能没有机会 听闻孔雀明王法 你为什么没有等他们 你为什么不来救他们 为什么不来带着他们一起走啊 所以楞严经是邪魔外道 首先要灭的经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因为他鼓励诸大菩萨再来 我的怨不了 我一定成愿再来 我都修成了金刚身了 我一定再来 我可能堕落 不要紧 我只要还没堕落 我就去度众生 所以大家要知道 我们在这个时候寻求的正法是什么 敢敢的自修自证 有大威力 有大威德 有大神力 去度众生 这是菩萨道 这是真行菩萨道 所以你没有能耐不行 所以我们事先入 入来干什么 入来做法王 谁是法王 我们心中都有个法王城 你都有个不死的佛在里面 你需要在这个法王城里 把自己的心王 把自己的佛释放出来 放光明 替众生照光明 替众生点心灯 替众生送一程 所以我们是干这个的 所以物着恶事事先入 然后来了以后做法王 那么度尽众生是成佛 正法永住 这是正法 就这一个法 这是什么 这是菩萨道 不是自了汉 不是自己跑去极乐世界就完事了 大家听这种法很稀有 很少 没人家 要么就搞做善事 全款 这就行了 这就是佛法 有一年新加坡那边搞 魏塞节庆祝 海报打着大大的 诸恶不做 众善奉行 是诸佛教 丢了什么 太恐怖了 诸恶不做 众善奉行 视为天道 要纠正过来 诸恶不做 众善奉行 自尽其意 是诸佛教 把个自尽其意 拿掉了 用一个染心 我捐钱 我有功德 我这个 做好事 我可以成佛 这是错的 做好事 一定成天的 那是天人福报 把一个天道 偷梁换柱 换到佛教的 这个里面来了 这就是 欲界天 天魔 他们 计某得逞 就是让你做善 一辈子不找师父 实修实着 然后以为是佛教 太恐怖了 他们成功了 今天全世界 有几十亿佛教徒 但是 差不多 也有几十亿 在修天道的 不修自尽其意 不懂得 用自己的静月轮 倒月轮 内照 照见五蕴 结空 度一切苦恶 你就是没有自尽其意 没有 圆成一心 这个法丢了 但是我们 根据历代祖师的传承 现在极力在弘扬这个法 这个止观法 我们都是公开传授的 大家要重视 要修 一定要从止观开始 因为你不修这个保月轮 你没办法自尽其意 你没办法 真正的是佛之所教 你不是正教 你不是正道 你不是佛门正法 所以大家要重视 不要只修天道 自尽其意 是佛法的核心 这样才能够静色身 才能练出来 你的静意 成就了净土 所以大家要知道 正法 永住 很重要 靠你们 靠你们听到这堂 这个大夜课的人 不要再去迷失方向 我们不能够放弃 我们累世的情人 我们放不下 因为我们跟他们约好了 一定要带他们去出六道轮回 出这个苦海 不能看见有一个孩子还在活海里挣扎 有一室的母亲还在水里泡着 要淹死了 不行 欲心不忍 这是大悲心 这是菩提心 所以在这个 龙树菩萨的这个 金刚顶宗发菩提心论中特别强调 这个 叫菩提 为因 菩提 这个大悲 为根本 所以一定要有这个大悲心 你才是佛门根本 一定要有菩提心才是种子 菩提心是什么 在后面的解说中告诉月轮即是 什么是十项菩提心 十项菩提心就是你必须证出自己的月轮 必须原成一心 我们中文的心字一个左一个点 一个中心一个点 一个右点 下面一个半圆 半圆就是代表月亮的意思 所以是那么就是你要把左眼右眼天目聚在一块 刺激松果体 使自己的这个十五的月亮悬挂在自己的额前 这就完成了原成一心了 这是一部秘密的方法 这是天台指观 很核心的东西 那么今天不懂这个的法可以说不是正法 因为你没有自尽其意的本钱 要用这个月轮进去照见五蕴皆空 所以叫观自在 菩萨行身 般若婆罗蜜多 十兆五蕴皆空 度一切苦 这个时候才能用色 和空互换 色不易空 空不易色 色既是空 空既是色 用自己的心造万法 再造法王城 再造自己的极乐世界 再造净土 坚引有缘大众 处理苦害 这是正法 释迦牟尼活着的时候是这样教学的 才成就了很多菩萨 成就了很多的阿老汉 今天你们天天就是去念经 天天就是去听经 天天就是跑道场 做法会 而忽略了自己的自修自证 忽略了找这样的一个自己成法王的方法 你不但不能够自读 你不能自诀 你连诀他就更痴心往上了 你自己都不知道怎么诀 怎么去诀人家 自己的诀字怎么写的 诀字是一个宝盖 下面一个箭字 箭字是什么呢 箭字在我们的甲骨文中 画成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像眼力 然后里面有两横底下两个叉 结果我们跟今天科学家解剖学发现的松果体 是一个东西 你这一看就知道是松果体 但是箭 箭是什么意思 那么决字是什么 你要刺激松果体 使它放光如大圆镜制 展现法界实相 这些叫自觉 你才会看到龙天 才会看到二十八重天 你才会看到地狱众生在那嗷嗷的等着你去救 看到恶鬼道众生那么痛苦 看到八难横死的众生 他们在阴阳两界每七天要死一次 再受尽那个折磨 你都看见了 你都照见了 这必须把松果体的钙化集合才能完成 所以现在科学家都给我们揭秘了 那跟佛法一致的 我的师父 第一个师父是禅宗师父 是造洞宗的叫吕少侠 当年跟我说 你要好好学佛法 然后你要好好学科学 我说这个师父科学跟佛法有什么关系 他说未来科学就佛法 科学就佛教 科学会越来越证明 佛教 释迦牟尼教的是一大真实相 一大科学相 果真 他这是19 我那年是1986年见到他 这三十年后 我们今天的量子科学 DNA学术 量子场论 量子纠缠 这些所有的科学 足以证明释迦牟尼是个大科学家 所以大家要知道正法永驻 我们这个 菩提十大愿望 什么是正法一定要分清楚 什么是方便法一定也要懂得 那么在西藏这个第二个愿实现不了 人家还留了第三个愿 第三个愿是什么就是万一我连西方极乐世界都不能往生 迷了净土也不能往生我怎么办 我希望我舍弃自己的天赋 因为他们一生就讲捐款赞助就做无量功德嘛 他一定会升天道嘛 人家做叫常生天嘛 所以他一定会升天道的嘛 所以他我不要天赋 我用自己积累的所有的善 再次转世为人 我为人我还要有两个条件 第一让我做富贵人我不要做 为什么 富家多败子 只知道享乐 不知道修炼 迷恋在物欲的沉沦中 第二个愿是什么 生在穷家我不干 我这个在国际上到处走 有很多人很想学 学不起 因为我们有要养道场 我们整个的全世界 现在一个月我要15万新币 也就是你们的45万马币 我一个月养50多个员工 我们在全球有50多个员工 还有正常的其他的一些开销 45万马币一个月的费用 你算算一年要多少钱 所以我们必须收学费 因为我们不是一个接受捐款的机构 我们没有捐款 我们都是收学费 就是这个样子来支持这个道场的发展 有些人都学不起 所以为什么你们这一生 如果不成功也要发愿 下辈子不要生贫寒人家 生贫寒人家 你这个一生为吃和穿 都忙不过来 你没有机会修道了 没有机会 所以你看西藏人特别有智慧 他第一个愿 愿今生成佛 第二个愿 愿往生祝佛进土 第三个愿 实在不行 还做人 但是穷了不干 富了不干 不穷也不富 也不缺吃 也不缺穿 我去上老师的课 还要有点钱 你们上一辈子都没好好发愿 所以这辈子很多人想上老师的课 没钱 穷 没钱有办法 好好求孔雀明王 好好求财神 我们这个方法里面有五路财神法 有财神法等等的很多招 就是给你机会改造命运 使自己福报来 这实际上在密法里面 它是一个很殊胜的一个方法 为什么 你福报不足的话 这个释迦牟尼在阿弥陀心中都讲到了 你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有的人说光念佛就可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这不是阿弥陀经所说 阿弥陀经中说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必须要具足三个条件 第一个条件是不可以少善根 第二个条件就是跟你们的钱多钱少有关系了 不可以少福德 第三个是不可以少姻缘 所以这个阿弥陀心中讲的 不可以少善根福德 姻缘得往生者 这三个条件不具足 你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很难 所以大家这个上不起老师课的人 不要埋怨老师 埋怨自己 上一辈子发愿没发好 这辈子挤福报挤得不够 挤福报怎么挤 很简单 频率点灯的故事你们就知道 到底一个人捐多少钱 他就是在挤福报 每次发挥要捐多少钱 不是 是要你的心 不是要你的钱 是你要舍 大舍大的 不舍不得 你要不心疼真舍 心舍出去 舍多少 他就得多少 叫舍得舍得 而当年有个贫女点灯 然后这个 那是在中国 那个时候发大水 河南那个地方发大水 有一个村子被水淹了 没有办法全层人出去讨饭了 讨饭其中一个女的 就讨到半文钱 这个半文钱连半个馒头都买不起 就是吃不得一顿饱饭 他就很感慨 后来就看到一座一个庙 他就拿这个半文钱进去捐 捐给庙上 这个老和尚呢 当家和尚看到这个贫女来点灯 就亲自为他做这个忏悔法 祷告 消业障 结果他这半文钱换来的那个灯油特别耐烧 烧半天都烧不干 人家那个很多钱买的灯油很快就烧干了 他这个烧不干 这个很奇怪 结果是等到这个灾害过了以后 这个贫女回到家乡 回到家乡 遇到了什么 皇帝选妃 以前的皇帝要三宫六院七十二妃选妃 然后到民间选才女 结果他就被显入宫中 显入宫中以后就被皇帝看上去做嫔妃 最后生为娘娘 这个他就感恩这盏灯 感恩这个庙 所以他就敲锣打鼓 拿着万两黄金去写恩 结果去了这个庙上的时候 这个老和尚没出来 交给他一个小沙迷 一个小徒弟 说你去接待吧 你去替他办办忏悔就行了 那娘娘就特别生气 那当年我半文钱 你当家的 这是很长老吗 这是很尊贵的 替我办禅会 那么今天我拿万两黄金来 我怎么换来的一个小沙迷来 给我这个做禅会呢 他就找那个保镖的 然后叫老和尚出来 出来这个 这个娘娘就问说为什么 这个老和尚说 当年你的半文钱是你的全心全意 那是你仅有的所有的财产 今天你敲锣打鼓的 张牙舞爪的 弄了万两黄金来摘僧来点灯 你这叫炫耀 你这不是舍得 你不是真舍 你不是真的心向佛 说是你不真心向佛 一个小沙迷给你办忏悔 都是没有用的 这个娘娘很忏悔 所以这个故事告诉大家 就是说什么叫功德海 功德海不是你的钱捐的越多 是越是功德海 是你自己的心相应了没有 你心求了 真求了没有 真动了没有 真动了 诸佛菩萨相应 隆天护法 护持你 让你一定顺顺利利 所以你们中间很多人求财不得财 求子不得子 求什么都不来 什么原因 心没动 心不相应 心不相应 那么就没有感应道交 诸大护法 隆天不忽悠 祖先不帮忙 然后诸大菩萨也无能为力 所以大家要重视 我们讲的善根福德因缘 福是福报 德是功德 然后我们要空心 无心来捐赠 无心来做就变成功德 就在自信里面做 那就是功德海 半文钱就是功德海 你有心做 有心炫耀 这个就变成什么 变成福报了 所以是 那么今天我们看到很多 末法时期 很多道场 鼓励大家捐钱干什么 然后写一个大大的功德 方名写个什么 实际这都是把人家的因德 和功德 玄德变成了阳德 这都不是佛法 佛教没有表扬人的 只有骂你的分 为什么 骂你是帮你笑业着 没有表扬一下 张灯结彩一下 这个大功德如果给一个什么什么的 极高的待遇这样 那不是正法 那不是正法 所以大家要重视呢 什么是正法 这个学佛学 怎么知道是正法 我想大家有点明白了 但是要真知道什么是正法 实修实证 你这只是跟着师父学炒菜 看师父在炒 你没有炒 你要实修实证 你就有间别力了 你在这个梦法时期 你就知道什么正 什么不正 我们这里不说邪 说不正 什么意思 我们朝一个方向走 就是正的方向 我可以用十分钟 半个小时 我到家 结果你飞着跑去新加坡 饶一圈再回来 这个叫什么 不正路 叫旁门左道 叫邪门歪道 你歪了道了吗 你不正了 你半个小时就回家 你目的地是回家 结果你跑新加坡 绕一圈 走错路了才回来 我们到梦法时期 很多邪门歪道 是用这种积粮 浪费你的时间 浪费你的青春 因为人生真的很宝贵 如果你精进 三两年就有收获了 所以他们就不让你精进 让你带着你去转圈 带着你去浪费时间 你以为是你在学佛法 实际上 中圈套了 就是认识正法 让正法久住 很重要 正法中文的正字是一个指 上面是义 什么是正 仅此一法 是 离开它 不是 这就叫正 没有说这也是佛法 那也是佛法 我们从正法来讲 只有一法 这一法是什么 你早该成佛了 没有掌声啊 你早该成佛了 因为你原本是佛 就这么一个正法 你为什么还不成佛 你还要什么时间去成佛 所以是我们 也该到下课的时间了 10点15了 讲了三个问题 讲了一晚上 但是我想大家也听出点味道来了 剩的还有20几个问题了 我们以后再找机会跟大家交流 这个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